墨西哥海滩上一只巨大的海象最初在海边停留了几秒钟,随后快速移动到海滩阴凉处,且看到海象靠近,沙滩上的人群也开始尖叫并纷纷跑开。 对此,海洋专家说明,影片中的海象是北半球最大的海豹,对大体重可达5000磅,重量超过一台车,且活动范围包括北太平洋东部和中部。 由于海象除了12月到3月的繁殖季节,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上觅食,因此海洋专家认为海象会在7月份上岸其实相当罕见,且影片中的海象似乎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休息点。 东西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